那個你知道買房子可以借別人的名義來買嗎 可以啊 借名登記啊 有沒有什麼風險或者什麼比較注意的地方 你是說真正付錢的那個人嘛 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去做一些很明確的證明說這個房子的錢是他出的 就會有可能造成房子拿不回來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是要寫一個借條或借據之類的嗎 不是寫借條也不是寫借據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你們在買房子之前 去公正人那裡寫一個借名登記契約 再去買這一個房子 然後才開始做整個買房子的流程 借名登記其實就發生在幾件事情上 我希望隱匿我的財產或者是貸款的問題 通常在隱匿財產的部分 因為你可能會長期持有 你如果不把你的借名登記跟你的金流寫清楚 也就是說你所有的匯款匯到借名登記人的身上 每一期多少錢 然後再由他的戶頭裡面去轉匯進來到旅保裡面 第二件事情 你是不是開始要繳房貸 繳你的房屋稅和地價稅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很清楚的把這些弄好 然後造成有一部分的錢 是由借名的人去幫你繳 你就麻煩了 這時候你就很難去說明 你們之間誰是真正買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先去做好借名登記的公證 第二個你的金流一定要準確 你學會了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